噢!你需要這些!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克爸爸 歡迎來到四次與金鋼狼一番賞的全開箱影片 那這期的影片總共有三隻還沒看前兩隻的觀眾 可以先去看一下這三隻影片都有 那這一次的獎項總共有A到H賞 然後還有一個Last of賞 那我們就從H賞小賞開始看起 第一個H賞是小貼紙 它的一份是長這樣子薄薄的一個 那裡面一組有四張貼紙套組 好,那我現在就隨機打開一組 然後展示一下適合貼在筆電上的感覺 來,第一張是這一個 看得到嗎? 迪士尼一個超讚 有沒有,它很適合貼在筆電上吧 這個也超級適合的啊 來,你們看 這個是不是也超適合的?對不對 非常適合貼在筆電上 然後第三個是這一張其實也很酷 它是死侍本人拿著死侍跟金剛的玩具 非常有死侍打破第四道牆的感覺 對不對?很適合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G賞 就是這邊的海報 那我們就各拿一個來開箱給大家看 它主要會是這邊有秀出來 對不對?這邊兩排總共20張海報 所以它每一抽的海報 只要你是同一套 每一抽的海報 基本上就是絕對不會重複 好 好 這張我很喜歡耶 來 大概也給大家看一下 有點卷,不好意思 第二張 OK,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蠻帥的 有沒有 這個Deadpool的字呢 是非常有這個軍事感的 然後 死侍跟死侍狗 兩個這個 坐在上面 那這一次的這個G賞獎 其實太棒 是我覺得有好有壞啦 好處是什麼? 好處是 一張海報 有設計過的海報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的價錢 那當然如果你是用日幣去抽的話 肯定更划算 對吧? 那壞處是什麼? 壞處是 這個海報你抽到之後 它給你的電源是這樣子給你的 也就是 你還要再忙抽一次 所以就是 看個人見人見之囉 有好有壞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下一個獎項 下一個就是這個F-Song 我個人蠻喜歡的軟膠吊飾 那我今天就展示這三個給大家看 我覺得這個軟膠吊飾 欸 它做得非常巨大 我拿到的時候其實有嚇一跳 我的手掌耶 我的手掌算OK大囉 你們自己看 有感受到它的分量了吧 真的很大一件 然後 它其實做的是精細的 就是你不會看到有瑕疵在上面 至少我拿到的 看起來都是非常完美 沒有瑕疵在上面 這個就比較像是這個漫畫畫風 然後去完美還原出來的 實事的一個這個調皮 非常調皮 對 然後第三個給你們看的 你們在前兩支影片 如果你們有看前兩支影片的話 你們一定都看過我 因為 我有在前兩支影片裡面 把它放在片尾 所以如果你們前兩支影片有看 就一定看過 這一個也是 我這一次所有矽膠軟店 六款矽膠軟店 最喜歡的Q版的144 它就是14第一集的電影的 那個最後Credit的地方 就有出現的這個 這個Q版144的樣子 然後呢 他手上又拿了一個這一次電影裡面 出現這個 I like me 的馬克杯 哇 整個就是 超討喜的一個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的是這個衣賞 衣賞是這個 蠻有份量 蠻大的一個徽章 這個徽章就是你知道那種 可以有別針 別在衣服上 別在書包上的那個徽章 那我就開了死侍跟金剛狼的經典動作 這個來展驗給大家看 那我剛開的時候呢 發現它其實有一個小巧思在 它雖然是這種徽章對不對 別章對不對 可是它外面做了一個這個 透明的這個 防水墊 來 防水墊 然後它剛剛你看到那個字 Time to make a chili chungas 然後它上面這個英文字 來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它上面其實每一組徽章 都有一句這個金剛老後史式的 有專屬台詞slogan 然後它這個東西是印在防水的軟墊上 不是印在徽章本體 這一次的這個E賞呢 總共會有六種圖案 然後它是可以自己選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到D賞 這個托特包 手提包 那這個D賞也是可以自己選的喔 總共有兩款 那左手邊的這一款呢 是死士跟金剛狼都有的Q版圖案 我覺得如果你是這一次電影 被圈粉的話 那這個很適合 那右手邊的這一款呢 也是我覺得很有特色的這個設計喔 它是死士然後拿著這一群Avengers的這些相關的角色 就有看電影的都知道 死士當初很想進入Avengers裡面 然後還有一個小細節 是這個薩諾斯的拳套 這個拳套上面只有四個寶石 少了紫色的那一顆 那其實他們不是故意畫錯的 這個東西是一個這個小常識 就是美漫的漫畫裡面 大部分的角色都會這樣 四根手指頭 好 只有四根手指頭 來做一個區分 告訴這個小朋友們 這是假的故事 不是真的 因為他們只有四根手指頭 你看浩克也是 浩克也只有四根手指頭 那下一個C賞也是只有兩款 那就是這一個 60公分乘以30公分的滑鼠墊 這個真的超級實用 而且這一個的圖案設計非常的堅 它就是Avengers集合 但是所有的人都變成死式的頭 值得收藏 那第二款這個滑鼠墊的設計 就比較像是符合這次電影的主題 相關的主題 然後呢它的字也是寫 Best Bubs 就他們真的是現實生活中 電影中也是的好兄弟 各位 我覺得C賞 我覺得真的有抽到 是非常划算實用的 實用的好東西 那B賞呢就是這個死式跟金鋼狼一對一組的這個項鍊對鏈 那右邊就是死式的犯個愛心 左邊呢就是金鋼狼的犯個愛心 他們是一對的這樣子放在一起 非常符合剛剛講的這個Best Bubs的這個 友誼好不好 情誼 所以這個也是給喜歡死式與金鋼的電影 或者是這兩位角色的這個收藏家來收集的這個收藏品 好的各位 來到今天影片的重頭戲 我們要來看這個A賞 我們就先來看死式這一隻 好各位 先說這個雕像我在看到的時候 真的 滿分 真的是滿分 一番賞來講 我覺得這個雕像的精細度 細膩還原度 然後還有整體的姿勢 還有它的材質 以及上色 都是 無可挑剔的 我覺得已經超越 平常我對一番賞的公仔 的那個檔次了 完全是上面一個等級的 那你們可以看到 它的細節主要哪些 其實這一尊呢 跟金鋼的那一尊 他們兩尊做得很好的地方就是 他們每個身體部位的材質 都有做到很明顯的區分 它不是上色就搞定就完事了 沒有 我簡單舉例來講 它的手套皮革 好了 光是看到它的手掌 這個 皮站這個手掌 它的這個皮革手套的部分 一樣是黑色 但是它是一個皮革手套 你可以感覺到那個材質的感覺 然後這個手背的地方 有金色這個鋼盔盔甲的材質 然後它的紅色這個景深椅 它的細紋 它的紋路都有做出來 而且 它連手肘的部分 彎起來手肘的部分 那個陰影 這不是我打光 再聲明一次 這不是我打光 它是真的有做那個陰影的噴氣 應該是用噴著紅色的 陰影的上色 來做這個漸層的區分 然後我剛剛提到的護肩 護肩就是護肩的那種盔甲 這邊更清楚 腰身的這個就是皮革 簡單來講 這個半身雕像的精緻度 真的是無可挑剔 然後上半身就是很完美的這個雕像 下半身這個台座的部分 底座的部分 就跟金鋼狼的那一隻一樣 有看我上一支影片的話 應該就看過我的不專業分析獎品 它一樣是做這個仿舊戰損的 那它用的就是這些彈孔 那金鋼狼的雕像就是爪刃 那就真的只能說 有這個A賞入手 真的很開心 很開心 把它放在我這個電腦桌旁邊的架子上 一看它就覺得 哇好爽好療癒 超讚 尤其是跟金鋼狼一起放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金鋼狼吧 現在就來看到這個金鋼狼 拉斯特賞的部分 有沒有他們兩個擺在一起 能感受到我說的那個完美的感覺了吧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兩隻的比對好了 那首先呢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兩隻的這個差異度 兩隻都很帥 但是在帥度上面一個是屬於這種嘴炮傭兵的帥 那一個是屬於這種man power的帥 你們光是看側面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厚度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真的有把修傑克曼狼書的那個硬派的那個man power 展現出來它的這個厚度 那史詩相對就是比較像一般人的那種身材 沒有那麼壯碩 那兩隻都一樣喔 他們在刀刃的反光上 然後頭盔的材質 護肩 皮革 等等上面的材質都有做細微的區分 好那我們來到本影片的這個抽獎環節了 那首先呢一定要幫我把這支影片按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呢只要在留言區呢留言留下 你對這一次死士與金剛狼的電影 你覺得哪一幕哪一場戲你最喜歡 你最有感覺 你笑的最大聲都好 來留言區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會把這四個獎項 居賞海報一張 矽膠吊式一個 徽章別張組一個 只要留言留下 最喜歡哪一幕 在留言區打下來 跟我們跟大家分享 那我就會從所有的留言裡面抽選出一位 然後把這個組合呢送給你 那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每一則留言都會看喔 那也歡迎各位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身邊喜歡死士 金剛狼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囉 掰掰